这个小丽的问题,他说阿宝老师,有什么今年呢,他的金箭火死了不错 但是,火开了有更慢,火锡有更少 是不是跟今年的冬天有更温暖,有关系,还是说有缺乏什么样的养分 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帮他补救 那是来迎荣林郡跟5号 是不是跟温度有关,一定有 他如果是一个比较冷一点,他有一个类似像这种保护的作用 会让他有一个休眠的时间,他就会休息,休息之后,他又变化出来,就产生比较大的能量 所以有时候这些开花就开了有更多,所以这个是有 有这样的一个疑虑,他有这个可以推断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开花那段时间有时候 这个做好就小小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好,可能问题都有很多的原因 所以,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原因会出现 但是,不管是怎么做,我们可能就是尽量可以把这些问题取消掉 就是说,用这种派出法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们会遇到的这个效能,我们一一的去给他去拍资 拍资要做什么,可以去接近最大限度去接近他的原因 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点的这个荣林菌,还是说用一点的这个控制 控制这个水分,比如说,他一直要开花之前,要稍微让它更大 但是你看他在回报到来的时候,一般水就要让他有够 要开花就开,就说稍微让它更大 它通常就会开花会开为多一点点 这就是这样的经行 所以,在水分,我相信应该 我个人会认为了,就是说 这个荣林林菌更加 更加显越影响的层面应该是大一点 就是说,因为这个 开花完成后池水这样拾着 都无事都会回来 所以有时候,有一点的 这种比较没人的好事 所以要稍微知道 这大概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这种情形在这里可以给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参考 有时候这种原因很多 我们要说完全是什么原因 有时候很难去归类 尤其像这开花 这境界是更够複雜的这个规定 所以你说很直接 很直接说是什么原因 大概很难去推断 但是我们就是危险这个天气的一个配合 各方面起来这样来应用 大概就有法度说 原来有可能是这样 大致上是这样 这都是大致上原来有可能 我们都是一直在这种推断 所以这大概是 可以给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参考 但是你如果是以后的万一 那是为他这方面 当然你现在就是说 用一点的荣林菌 还是看他的一个藏 是不是有太过劳的 当然用一点的荣林菌 我相信这个效果会好很多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